大家好 感谢大家对光源宝贝的支持 今天呢 由我来和大家来做这个立体手工 看看我们后面已经做了三个不同的立体手工了 那今天咱们来做什么呢 这是一个机器猫 好 那咱们现在来开始打开做 把它打开 看看这个图形是哪一个呢 我们要按这个图 我现在在这呢 是这个 首先呢 要先把 把这个给它 底盘 这是它的底盘 我们需要把这个有虚线的部分 都给它抠下去 都要把这些给它抠下去 好了 抠完了 然后呢 咱们底盘整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步 看看第二个指的是哪一个呢 第二个是这个 第四个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二个是这个 第二个是这个 它是在哪儿的呢 哇 看看这地方没有虚线 那它应该是在这儿的 咱们刚才找错了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哇 七七猫是这样躺了 那就是这个 那就是这个 这个在前面 嗯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呢 第三个 第三个 我们需要把这个 这是第三个 需要把这个接下来 它这里头也有虚线的部位 然后看看咱们这个 这个好像是需要这样的 哎 看看 看看这房子里 前面是小人 那我们就把小人 这两小人 放在最前面 把这个 这有虚线的部位 把它接下去 把它塞进来 而且是有虚线的 这都不是这样的 那是 就是 这 这 这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好,我们把它设计结设了以后呢,开始第几步啦,第四步,第四步是这个,第五个,第六个,第四个和第五个是这儿的, 这个,这么摘出了,把它放这儿,然后呢,这个,是一个小房子,哇,它们是在这儿的, 还有防盐,这是一个防制,对不对,然后呢,第六个是这个,这个是放在这儿的, 第七,第八,看看这个是放哪儿的呢, 嗯,这个等一下,先放,咱们先来摘这个吧,看看这个是放哪儿的, 这个呢,是放这儿的。 这个后面呢,也有一个口,就是要把它塞进去的,啊,一个漂亮的房子,是不是很漂亮啊, 然后呢,第九,第十,看看这个方样是哪儿的,这个当然就是这个上面的啦, 好,把它,把它, 把它扣上,呀,一个漂亮的房子,就快出来了, 看看这个,看看这个是这儿的桌子,它们有一个吃饭的桌子,这个呢,是这儿的, 然后呢,这个就是在这儿的, 呀,它们一家人是不是在这窗户里,观看外面的风景啊, 好,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小机器猫的小房子就做完了, 给大家看一看,看看这个房子是多么的漂亮呀, 看看,这有,它们叫什么啦,我都忘了, 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看的,小时候看过这个动画片,这是它们的花园, 它们的楼房,有两长的楼房, 哇,后面看看,后面机器猫还在睡觉呢,多懒啊, 太阳都照着屁股了,还在睡觉,看看这个它在这儿笑的, 吃东西,笑的这么开心,哇,看看,它们牵着手去, 去,上外面去玩,上花园里有蝴蝶大草原,哇, 咱们今天这个就做完了,看看,咱们是不是做了很多好玩的玩具呀, 好,那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,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, 喜欢我们的就订阅我们吧,我们是光源宝贝,好,下次再见,拜拜!